大家好,我是Dr.AI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怎么样画PyChart 或者是Pizza大饼图 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要import 汇入这个MyProLib.PyPro 简称PoT 在画读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 怎么样定义一个简单的韩式或function 在Python的语法里面呢,它有一个DEF 这是Define的意思 然后空一格 然后有一个变数名称 你可以取任何的变数名称 当成是这个function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说F 那括号里面呢 我们说放三个参数 A,B,C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印算 说A加B加C 我们给X 然后呢,要有一个回传值 叫ReturnX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呼叫这个F function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计算 然后将结果这个X回传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它Return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Cofunction 因为我们是一个F的function 那里面有三个参数 所以我们就放1,2,3 所以它会回传 A加B加C 就是1加2加3 所以我们得到6 那另外一个简单的定义 叫做匿名韩式 叫Lambda Lambda呢,它也可以帮我们定义一个简单的韩式 就好像上面的一样呢 但是呢,它不直接给我们回传值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Lambda 然后有三个参数 一样是A,B,C 然后这个冒号 然后A加B加C 然后我们把这个X 呼叫 这个韩式Lambda 比如说放7,12,32 它就自动回传 51给我们 因为7加12加32等于51 那下面这个例子也是 我们定义一个Lambda 然后三个参数 A,B,C 请它帮我们计算 A加B乘以C 比如说我们给它 X里面放12,30 它就会自动去计算 2乘以30等于60 60加10等于70 所以这是简单 怎么样用DF 来计算 一个韩式 或者是利用Lambda 来定义一个简单的 匿名韩式 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名声 所以叫Lambda 那我们今天要画这个PiChart 我们要利用前次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有提到这个Population 我们再复习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Population是一个List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List 再加上 在前面再加上另外一个List 那就会有一个新的List Population 然后呢 我们要将这些List里面的数字呢 把它加总起来 在PiChart里面叫做 我们可以用Sum Sum 然后把这个变数 Population 因为现在Population 已经是帮我们完成计算了 我们就放在这个里面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算 这里面List 所有的数字的总和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一个 新的变数叫TotalPop 所以我们得到60.2 那我们计算6%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Population 我们上次讲过 它这个List里面呢 它会有Index 会有索引 就是排列位置的顺序 从0开始算起 比如说1.0就是0 1.3就是1 一次类推 所以是0 1 2 3 4 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个 Population3 它这个中括号里面 放3 就是Index 3 就是0 1 2 3 那就是2.5 所以我们要取Population3 2.5 然后就处理它整个TotalPop 再乘100 我们就得到一个百分比 那我们给它一个变数名称 叫P3 那我们就得到是一个4.15 所以我们知道它大概是4.15% 也就是说这个2.5占60.2的4.15%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4.15 4.15还原 还原到它原来的值 2.5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这个 我们计算出来的P3 要把它乘以TotalPop 再除以100 就会变成原来的 这个2.5 就还原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绘图的时候 要利用到这个 这个计算 那同时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假设我们全面的P3 我们P3算出来是4.15 28239 那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所谓的物件化 将这个P3物件化 我们给它格式 给它一个新的格式 格式化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两个百分比 这个符号 把它包覆起来 里面用小数点二位 点二F的符点数 F是符点数的意思 那再加上一个百分号 那用一个字串 那告诉它说 这个百分号呢 前面的百分号 是指这个 我要将它物件化的意思 然后P3放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将 P3物件格式化 然后变成这个 小数点两位的符点数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4.15% 4.15% 那我们现在就来画一个 这个人口的这个PiChart 它画出来 我们先把它run一下 它画出来结果呢 是长这个样子 会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好像Pizza大饼图 那每一个被切出来的 一块一块呢 它中间都会有间隙 我们来看一下 那左边呢 这是一个它的标签 然后我们叫它做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 那单位一样是 10亿 Billion 那汇这个图之前呢 一样你可以决定 它的Figure 它的大小 Fig Size 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例子 Year Population 那Population再加上前面的一个List 那Year也是一样 再加上一个新的List 所以会得到新的Population List 跟Year的新的List 那我们刚刚上面有提过 怎么样去算这个TotalPop 我们用Sum 把Population 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 我们定一个Lambda 简单的一个函数 就是对这个 所有的Population里面的 所有的 这些数字呢 我们就把它Format 把它格式化 叫Format 用小数点二位的福点数 小数点二位的福点数 把它Format 这是我们上面 刚刚上面有提过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画这个 Pizza的大饼图 在PoT里面呢 Max ProLives 用PoT.Pi Pi 然后里面放我们的 Population 那我们Label呢 就是我们的Year Label就是我们的Year 那我刚刚提过的 这个大饼图呢 每一个 每一块每一块之间呢 都会有间隙 这叫做爆炸 爆炸把它分裂开来 叫做Explore 那Explore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些数字 通常就是0.5 0.5 0.5 当然如果说 你要把它炸开 更宽一点的话呢 更大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 可以保 0.1 0.2 譬如说我们要凸显 最后一个 凸显最后一个 2100年的人口 我们把它定为0.2 它就会 炸裂开来的时候呢 就空气就会变得比较大 然后这里面有个 Auto Percentage 等于Pop 这Pop就是我们刚刚所定义的 因为我们要还原它 它这个List里面的这些数字 因为Auto Percentage 本身是要帮我们 自动来计算 它的百分比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要百分比 我要它原来的数字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还原 所以我们用这个Lambda 来定义把它还原 所以Auto Percentage 等于Pop 然后这个主题命名呢 就是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 单位是Billion 方赛是15 然后因为里面有Legend 这些东西都叫Legend 所以我们就POT.Legend 然后Location就等于0 最后POT.show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个Pie Chart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它会自动给我们分配颜色 让每一块切出来的 这个大饼 颜色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基本上和上面是一模一样 我们就是把这个另外一个例子的死亡人数 就是这个World Desktop 死亡人数 得到这个 就是 每年得到这个流感 跟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死亡人数 我们来做一个大饼图 同样的我们有Ear 一个List 然后有DeskTall 就是一个List 我们再分别 再加新的List 最后就有完整的List 从年从1850年一直到2040年 DeskTall 是从150 直到600 那我们要计算这个TotalDest 就是把这个DeskTall 里面的数字全部加重起来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虚拟的 虚拟或者是叫做匿名的韩式 Landr 然后把它格式化 那因为上面都是整数 所以我们去 小数点零位的 小数点零位的浮点数 它就不会出现小数点 然后我们一样Explode 我们这个就像Explode 因为Explode这个很长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 给它一个变数名称叫Explode 这样会比较不会 像刚刚那个例子一样 全部集在一起 单独把它列出来 因为这个比较长 然后我们就可以PoT点拍 我们要对谁呢 对DeskTall Label是Ear 那这个Explode 就是上面这个Explodes 那一样是Auto Percentage Auto PCT 我们要用这个Desk 我们这个命名韩式 来帮我们定义 这个Desk 我们这样就可以画图了 那我们这个主题命名就叫 Word that's told Flu and Virus Infection 那方式还是15 用PoT点Legend Location Loc等于0 PoT点Show 我们把它转一下 转出来就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中间的数字呢 就不会出现 出现浮点数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就直接 可以将那个Auto Percentage 我们直接把它用这个 百分饼把它秀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有某一个学校 或者某一个国家 它的外国学生 我们就用这个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In USA 它外国学生的人数 比如说Numbers 有这些27万 27万 25万等等 那我们可以定义颜色 我们自己叫颜色 我们可以自定颜色 比如说我们Color等于 这是互相对应的 跟上面的数字是互相对应的 我们有R Red G Green Orange Orange不能用小O 它直接写Orange 那C Sion M Magenta Y Yellow 那一样我们定义一个Explodes 是这些数字 那我们的Label 事实上就是Country 我们有India South Korea Mid East China Europe Taiwan 那我们就可以画图 叫PoT点拍 我们把这个Number放进来 然后把Color Colors等于Color Label标签呢 是等于上面的Country Explodes等于Explodes 那这里面呢 有Label Distance Auto Percentage 我们直接就定义了 把这个取四位数 小数点两位的浮点数 那这边有Shadow 我们说True 还有Percentage的Distance 等于0.6 等等这些参数 我们把它Run一下 就出现这个样子 我们这里面呢 所有的数字呢 都变成百分比 它会自动透过Auto PCT 去计算 计算它所占的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加总 做些什么 但是它是直接用Percentage表示 意思就是说 它会将这些Number加总 然后每一个处于这个加总后的 这个百分比 就自动就会列印出来 那因为我们取四位 然后小数点两位 然后呢 我们制定的颜色 根据我们需要 它定的颜色 然后这个所谓的Shadow等于True Shadow就是旁边 这个大点旁边呢 你看到这些呢 有点灰色的 就是它的Shadow 只是让这个图形比较立体化 看起来比较美观 Shadow等于True 然后这个有一个Label Distance等于1.1 Label Distance就是这个 South Korea Middle East等等这些 它的这些Country的Label 你要距离这个柄有多少距离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看你要离它多远 所以Label Distance 等于1.1 你也可以改成1.2 1.3 就会距离就越来越远 那后面有一个PCT Distance 就是Percentage的这些距离 就是这个Percentage 你要离这中心点多远 可以自己去定义 0.6 0.7 0.8 看看怎么样会比较美观 配合你自己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例子 怎么样画Pie Chart 那我们这个课程也有在这个YouTube里面 你可以到Dr.AI的YouTube Channel里面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